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博乐 我是程卫博 那今天的时间来到11月23号 我们先来看一下台北股市 跟期货的表现 这是在盘中进行 那今天早盘开高 然后撒下去 现在又拉上来 目前大盘在平盘上下这边震荡 这是台北股市的大盘 这是期货 期货今天涨幅比较高 目前涨了28点 那走势也是一样 走势的时候也是开高 撒下来再往上拉 这是到今天为止的 大盘跟期货的一个走势 那我请问各位 方向改变了吗 先看博乐指标吧 好 微博要跟各位谈一下 期货指数的操作 很多投资朋友都在想说 期货到底要怎么做 期货有当冲的做法 有破断做法 那期货还包含台子期 电子期跟金融期 对不对 选择权我们以后再谈 我请问各位 如果说微博现在跟各位讲说 我昨天晚上就预测到 今天开盘的高点 各位你相不相信 我相信有很多人都不相信 因为很多人对于 我们投资老师 或者是说我们的说法 都会认为是吹嘘 但是我们在LINE群组里面 微博每天 前一天晚上会公布 期货预测的高点跟低点 还有包括个股的一个解盘 因为很多人现在看 我们现在这个节目 怎么都在讲大盘 讲棋子没有讲股票 没有是因为时间不够 所以我们把个股的解盘 有哪些股票是博日指标向上的 有哪些股票是博日指标向下的 我们都在LINE群组里面 各位可以去加入 小老鼠符号 WBP2365C 这个ID账号 各位去输入就可以找得到 成为博的一个博日指标操盘式 如果微博现在 因为今天是3月23号 如果我跟各位讲说 我昨天的晚上 3月22号晚上 我就预测今天开盘的高点 各位相信吗 我先给各位看一通讯息好了 这个是今天3月23号 好 各位这是8点32分 我们发给期货会员的讯息 各位这个讯息是绝对不可以做假 因为我们每一天的讯息 我们都会发给期货会员 或者是我们的股票会员 我们不管是解盘也好 多空关键价位 博日指标向上向下 股票的操作 期货操作 我们都会分得很清楚 因为我们微博不是自己一个人 我们是整个一个团队 我们整个团队里面 我会老实跟各位讲 我们有6个人 各有各的分配 职务分配跟工作分配 每个人都要负责他的一个研究 然后再跟我报告 然后我再做下指令 比如说怎么操作 这是今天早上8点32分 发出来给我们的期货会员的 今天台子期04 4月份的台子期 最大压力在9945 最大支撑在9932 盘斯洛开高 会员可在最大压力 上下5点4下放空 如果开地的话 在最大支撑上下5点4下做多 对不对 请进场设定25点 自行停损 好 各位 这是在开盘期就发出来了 这个不是开盘后 今天最大压力在哪里 9945 好 我给各位看一下 我们回到期货好了 这是今天台子禁欲的走势 来 各位 今天早盘最高到哪里 9952对不对 我们是在8点32分就发出来的 所以9945是怎样 穿假成交 也就是今天早上的时候 微博就已经 应该讲昨天的时候 我们就预判 靠我们的专业 去计算出来 今天的最高点会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 今天的开盘前 你就必须要挂这笔单 然后去做一个操作 对不对 今天如果今天早盘 开盘前你就挂这个单的话 各位 9945刚好穿假成交 后来 就这样跌下来 好 跌下来过程当中 又出现了上涨 对不对 来 各位 这是今天 早上 下单的指令是这一通 这是8点32分发出来的 最大压力在9945 这是今天 3月23号 已经来到9点41分了 来 各位 9点41分什么时候 我把K线图叫出来给各位看 各位这样会更清楚 来 各位 这个是近月份 4月份的台子期 5分线 好 早盘开盘的时候 我们是什么时候 开盘前就挂嘛 今天是直接跳空开高嘛 对不对 开在哪里 9946嘛 所以今天早盘我们挂的单 9945它一定会成交嘛 这是到9点41分的时候 我们把9945的空单 试加获利回补 41分在这边 在这个地方 所以今天已经先完成一笔获利就是这样子做 早盘挂高 然后下来 这是我们今天的操作 但是微博的重点不是在这个地方 而是 我怎么判断出来 我昨天是怎么判断出来 今天的高点就在那边 到底是怎么样去做判断的 各位其实你可以长期锁定微博的节目 或者是 你可以加入我们的LINE群组里面 你会发现 没有人敢事先公布 每天的高点跟低点的 各位你可以懂我的意思吗 现在台北股市要攻万点 目前你会产生很大的问题 叫贪心跟恐惧 也就是说 现在已经快到一万点了 哎呀到底要不要买啊 期货怎么做 股票怎么做 我买的股票 有没有可能会下跌 但是微博一直跟各位讲 所有操作不就是要有依据吗 不是就是要有依据吗 如果有依据的时候 这个行情假设它出现了变化跟结束 你马上也可以知道啊 你可以藉由博论指标 或藉由我们通知你的一个动作 你可以很清楚 以往很多投顾老师 他们在带会员的时候 都是单打独斗 也就是一个人啊 甚至有的就一位助理 我们现在团队已经增加到六个人 我们就是想要在期货部分 跟股票部分 帮会员创造获利 这是我今年最大的愿望就是 我要帮会员赚钱啊 这是我今年最大的愿望啊 我们时间其实今天不够 微博只是想跟各位讲说 我们的预测其实是可以做得到的 怎么做到 我想陆陆续续 未来在赖群组里面 你看到我们的讯息你就知道了 很多人会关心 接下来台北股市 对不对 早盘开盘开高 下来之后又再涨上来 到目前为止 不论指标还是向上嘛 那昨天 因为前天美股大跌 造成昨天跳空开低 那昨天跳空开低的时候 各位 线后部分也收了一个下影线啊 我昨天的节目也是在十点多录的 我并没有跟各位质疑 我还是给各位博物指标向上 也就是说只要博物指标向上 这一波它没有结束啦 但是 接下来我要请各位注意 这是今天 9点06分开盘之后 微博发给全体会员的解盘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 日线博物指标认识向上 对不对 好 我要请各位注意就这边 只不过接下来要注意 接近万点的台股 要开始提高风险的 为什么 因为日线博物指标 它开始进入高档 好 进入高档不代表它会跌 它必须向下才会跌 所以没有向下前 多方其实是不会变的啦 好但是如果 各位重点来咯 转下对台股会有拉回压力 所以我希望各位的朋友 你们都要做好准备 日线博物指标 它是判断趋势 用30分线去做一个辅助 只要有这样的一个依据 对于各位的所有操作 基本上我认为 有办法控制风险 并且创造获利 那期货部分 我们会有所谓的一个 短线的操作跟波段的操作 目的就是要帮会员创造获利 那我们的风险 尽量都会控制在最低 就比如说 今天早盘 我们的讯息内容 各位 早上的时候 微博请会员挂9945 但是我们停损一定是测25点 好不好 所以风险很低的 如果不知道怎么操作 把握回娘家庄案 我们即将解案 今天节目进行到这边 感谢各位收看 祝各位操作顺利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飞机出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独立则